导演拍摄途中出镜打演员的电影 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一部 如果没到40岁最好也别看这部电影 因为他将对你的人生提前剧透 年近中年 没钱 没房 还单身 就算死后的葬礼上 当政客的好朋友还在灵堂拉票 而这也解释了导演为什么打他的原因 因为演得太真实 太可恨了 每天早晨 男人天宰都会享受到妻子准备的鲑鱼早餐 然而今天 头行被老婆发现 天宰即便内心翻滚 表面依旧强制镇定 妻子一边摔弯一边控诉 丈夫梦想当导演 他结衣缩食 怀了两只孩子都偷偷做调 没想到丈夫却狼心狗肺 天宰这时道貌黯然道 天宰原名吴明天 年近40的他活出了名字的精髓 吴明天 没有明天 他心高气敖 梦想有朝一日把台湾电影推向世界 可嚷嚷了很久要写剧本 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为了挣点外快 他无底线街拍神药广告 可就连这种简单的片子 他连日光夜景这样的基本拍摄技巧 都还要外行朋友讲解 所以在别人眼里 天宰就是个不务正业的无业游民 除了眼前这三个朋友 做保险工作的巅峰 被女友骗前每天都被追债的罐头 还有做死人胡纸生意的结巴 避结 死人每隔一段时间 就来这家红茶店小聚聊天 这里是他们唯一的福地 一旦走出去 便各有各的压力 电风工作卖力 原本他早该升职加薪 可因为不懂办公室正职 每次都被刷下来 而与他有着同学私交的领导 看了加班表后也好 言相劝 电风其实对生职也不怎么热心 他吸不过的是自己业绩最好 却薪水微薄 在这个城市 一套房子720万 他拿出30万积蓄 加上父亲的遗产 才勉强凑足了200万首付 每月高额房贷压得他喘不过气 所以买停车位时 他只能买这种半封闭的摩托车车位 这车位和普通车位一样大 价格却便宜一半 只是每次停车 电风还得手动推进去 如果忘了拿东西 他就得 罐头因为被追债 动不动就自杀 这天他又吞下一瓶减肥药 幸好天宰和电风及时赶来 将人送往医院 离开前 澡堂经理让两人结账 一共7200 因为自杀前 罐头还不忘叫了两次特别服务 两人没钱 于是就想到了碧杰 碧杰此时正让红娘帮忙介绍相亲对象 他从小有奶奶抚养长大 祖孙俩靠着一家纸壶店相依为命 职业不好 人没钱又结巴 碧杰因此一直未婚 他本来对此早已放弃打算 可最近奶奶生病 眼看时日无多 碧杰听邻居说协婚冲喜也许有效 这才鼓起勇气找红娘牵线 荒唐的是 碧杰刚从红娘店回到家 就看见阴间的金铜玉女和百度人老李 原来碧杰一直有阴阳眼这个特异功能 碧杰因为奶奶时间到了 百度人老李却高深莫测 他安慰碧杰 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典化至凡 万物从无到有 由一处来 终究必须回到一处 碧杰似乎站在了幽冥边界 自此之后 他半夜还能遇到阴间客户 老人看着眼前的大奔洗上眉梢 他还想改成敞篷 装个尾翼 碧杰一一答应 能帮死者完成生死不及的愿望 让他背绝欣慰 碧杰随又听老人说 只要见过百度人老李 两个月内就会被带走 于是他想为临走的奶奶再做些什么 老人却看得透彻 烟只要点着 最后总会变成烟灰 人也一样 四个中年男 各自一地鸡毛 愁的愁 苦的苦 倒是天宰最先迎来了狗屎运 一次给市长拍宣传片时 天宰谗媚讨好的嘴脸迎来市长好感 恰逢高委员过来找事 他因一些不光彩的事被停权处分 导致无权参与选举 他把市长拉到厕所 这里没人 没监控 是他说话办事的福地 检查过后 高委员开门见山 他要求市长担保自己的职务 以便顺利参加选举 可市长估计形象 向高委员提议找个素人傀儡 商量一番后 两人将目光对准了天宰 天宰听说市长让他选立委 第一反应是 高委员心里直乐 这么素的人以后必定很好把控 天宰说是想把台湾电影推向世界 其实骨子里做的还是发财梦 一直以来 天宰保留着一张彩票 仅仅一数之差 他就能拿到一千万奖金 可偏偏就差这么一步 天宰觉得这就像自己的人生 就差这一步 朋友电风也忍不住感慨 天宰很快投入名利上 他试着提意见以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 可跟高委员去了趟厕所后 他只能唯唯诺诺 作为新人 他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听话 关头出院后 人生也迎来不太明亮的曙光 在天宰的帮助下 他得到了护证所调查员的工作 一次上门登记时 他一眼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女人 就是自己暗恋了三十年的笑话 麦纳斯 这本该是件令人激动的好事 可进入后看到仪式风景 又听对方说自己做按摩生意 罐头不由得一个透心凉 原来自己朝思暮想的女神 竟然早已沦落风尘 和碧杰相亲的是一位单身母亲阿月 她有个二十出头的女儿 因为担心妈妈被骗 也一同跟来 女儿不断问长问短 碧杰却越急越结巴 一个字出来 第二个字却迟迟不到 反倒是一旁的阿月像抢答一样 总能准确地说出碧杰的心意 女儿以为两人曾经认识 可母亲阿月也有些吃惊 不知为何自己就是知道碧杰要说什么 阿月的丈夫早年在工地劳累过度 意外摔死 这些年 阿月没钱 又带着个孩子 就算自己有心 也没有男人愿意跟她重组家庭 如今她面对碧杰 有着说不出的满意 即便碧杰的工作令人忌讳 她也不介意 单纯的人最容易听懂 单纯人的话 阿月很快和碧杰过起了日子 她不仅一日三餐照顾碧杰奶奶的饮食 还对外联系客户 解决了碧杰的沟通难题 一切向好 碧杰的新生活终于姗姗来迟 另一边 电风也迎来自己的转折 在一家漫画店里 她偶遇了女孩阿珍 阿珍没心没肺地笑声感染了电风 两人的位置从背对背到面对面 后来又坐在一起 到漫画店入洞房 阿珍很快怀孕 电风却愁眉不展 她喜欢阿珍 但每月高额的房贷又让她害怕结婚 她找神父寻求答案 其实这神父有三个身份 澡堂经理 百多人牢理 上帝的使者 她是神的代言人 也是在人间讨生活的百姓 听电风怀疑自己有罪 神父安慰道 至于电风那没把握的未来 神风也给出切实建议 未来不是人所能决定 但眼下你却可以决定 所以赶快结婚 给女人孩子一个家 就在电风筹备婚礼之际 从政的天才也很快展现出 自己奸华的一面 女秘书暗送秋波 她就收入囊中 不满意高委员定下了倾听口号 她一意孤行地改成明天会更好 这不仅是跟她名字挂钩 更是对高委员的下马威 她早就摸清了门道 现在应该是高委员有求于她 如果撕破脸 她顶多百烂落选 可如果高委员没了她 背后的资本势力 只会拿高委员开刀 拿捏了高委员的七寸 天载越发春风得意 她四处拉票 甚至在好友电风的婚礼上 电风为此一个人黑地里抽烟 她心里不舒服 可理直上来 还是强颜欢笑 天载是她朋友 帮她造势也是正常 她眼下更惆怅的是 她此前一直以为人生很简单 好好读书 找分好工作 有房有车 有老婆孩子 人生就会圆满 人们常说 两个人在一起认真生活 肯定会幸福 可她对任何事情都那么认真努力 为什么还是处处不顺 关头自从见过女生后 夜里便少不了春梦回荡 其实她很想向女神表白 只是女神的职业 让她心存芥蒂 这晚她梦见了加藤英 一席话说得她茅塞顿开 然而即便得到加藤英的真传 罐头还是不敢去找女神 再次聚会 三人被辟邪带到了她的新居 这新居门泉花团紧粗 门内堂皇名利 现实里买不到的家具 她都用一双巧鼠精心打造 碧杰的人生似乎明媚起来 老婆阿月来家不久 奶奶竟奇迹康复 碧杰激动之下 竟连结巴也不治自愈 直到天才正为选举造势 她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将这份喜悦献给朋友 天才吴明天的选号是四 这正是她彩票差的那一个数字 她觉得这是冥冥中 上天补偿给她的那一步 她将女秘书的纪念品随身携带 倒不是对女秘书都有感情 而是女秘书的头怀送抱 让她享受到了 这一步带来的权力快感 至于天才妻子 闹归闹 她也很快感受到了 丈夫位高权重的快乐 一次造势活动中 她敏感地发现 女秘书就是那条内裤的主人后 直接开门见山 气势碾压 此时的她富贵其荣 有权又有礼 即便是原本高他无数的高官秘书 她也不再放在眼里 电风的工作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个混黑社会的自烧厂房诈骗保险 电风公事公办 不予赔偿 黑社会闹到公司后 领导考虑反正赔钱也是赔公司的钱 她犯不着为此得罪黑社会 权衡利弊 电风又成了她讨好客户的牺牲品 电风对领导彻底失望 每次有工作 她都出色完成 可一道条心 领导就让她跟公司共体时间 然后背地理由自己偷偷换车 这么没人情的公司 不干也罢 回家路上 电风跳壶消愁 说起来 她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那一刻就是想跳壶 科学家说 宇宙的起源是来自一场大爆炸 它产生了时间和空间 但在大爆炸之前 可能就只是一片混沌 人生可能也是一样 我们花很多时间 寻找人生答案 但说不定答案本身 就是一片混沌 罐头终于向女神表白 她一片纯情 即便已经暗示了自己的身份 女神还是待以生意之道 罐头一路纵情痛哭 一片真心膜拜了三十年的女神 原来也是近看不得 仙女下凡 一切都会打回原形 女神应该像其他祖先一样 供在神桌上 因为一旦请下来 便是神女不在 受伤的最终还是自己 碧姐姐把好后 其实一直坠坠不安 她担心奶奶这是在回光返照 可当晚在一处加油站加油时 几个暴徒莫名对她拳打脚踢 碧姐刚站到天堂门口 转眼又被送到了阎罗殿 原来回光返照的不是奶奶 而是她 那个百度人老里要接的人 也一直是她 警方事后抓到嫌疑人 原来他们是要报仇 但找错了人 像荒谬的社会新闻一样 碧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 离开了人世 一生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人 最终却换来上天无情 不知道如果有机会再活一次 碧姐会不会想着只为自己而活 然而即便是死 碧姐的葬礼也成了天哉拉票的战场 一双二月一旁泪流满面 天哉作为碧姐多年好友 却在简单行李后开始拉票 电风暴怒之下终于动手 天哉在她的婚礼拉票 她可以忍 但碧姐的葬礼 绝对不行 鸡都酣出 镜头外的导演也忍不住冲进片场 先打为快 同学迈纳斯是一部有着社会济世风格 又略为奇幻的文艺电影 她借电风 天哉 罐头 碧姐四个主角 分别折射了人生四难 即物质 权力 爱情 苦难 这四这里 物质是基础 人活着 不管想要权力 爱情 还是幸福 首先都要解决物质问题 随着城市文明节节攀升 旧时代只要努力就能满足的一日三餐 已经被房子 车子 车位取代 这价值百万的物质基础 是新时代幸福的第一张门票 可对于一个小镇青年来说 即便是耗尽父母毕生积蓄 即便自己这一生做牛做马 也未必得偿所愿 电风以为只要努力就能幸福的简单人生 早已被物欲横流的社会瓦解 他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政界 也许皆源于此 天哉代表的是如此的权力欲望 权力离普通人太远 遇到是偶然 得到虚投机 人性贪婪 政治黑暗 不言自明 罐头的爱情破灭 代表一个人由幻想到现实的成长 少时只觉得未来可期 万般美好 直到触及真实 方知不堪入目 毕杰是私人中最辛苦的一个 无论自身 家境 工作 他都比不上朋友 他的苦难来自先天 来自原生家庭 所以也最难抗争 最难摆脱 物质 权力 爱情 对他来说都是奢求 他辛苦经营 劉力生存 他善良乐观 尽可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他代表的是最纯最真 也是最没权没力的劳动人民 所以影片最后 导演都冲进去为他报答天载 他是代表着底层人民 痛击末世生命的高层政治 痛击罔顾公平的阶级压迫 痛击善没善报 恶没恶报的荒谬社会 作为片名的麦拿斯 在片中其实戏份很少 但其幻想与现实的意象 却囊括了所有 物质 权力 爱情 幸福 对普通人而言 何其艰难 一目十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